一场莫名的怪病 摧毁了她原本幸福的生活 在我六岁的时候 就是忽然腿疼 检查不出任何毛病 就失去了知觉站不起来了 一次奇遇 悄然改变了女孩的命运 为她插上梦的翅膀 自由翱翔 我当时就是觉得 我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就是不敢相信 所以就是又期待 又很害怕失望 是不是在做梦啊 究竟是什么人 能够拥有如此魔力呢 你好 你好 李平老师 来放这 你好 慢点 可以 谢谢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朱灵杰 从哪来啊 安徽五湖 五湖的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我来找我的老师 不过我跟其他的学生可能不一样 因为我有108位老师 108位 从小到大 是的 你都想找到 因为在我11岁的时候 我还就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 然后就是因为有了这些老师 我才能读书写字 然后甚至写了自己的书 然后今天带给李平老师 希望您指教 魏林新宇 这是我们大概说等着我以来 找的最多的一次嘉宾 找108位 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找这些老师 就是在我六岁之前 我其实不是坐轮椅的 但是当我就是六岁的时候 就是忽然腿疼 就是疼得非常厉害 甚至是疼得我 已经好像已经昏过去了 就是第二天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在医院了 医院说这是什么病啊 他们检查不出什么毛病 就是去了医院 就是那几年 就是爸爸就是带我去了大小医院 甚至去了外地 也查不出什么毛病 这个情况延续了多长时间 到八岁吧 八岁以后呢 就是不能走 不能动了 也不能上学了 对 成家了吗 没有 没有 现在还跟你父母生活在一起 我父母忽然离异了 就是出院没多久 八岁的那时候 父母就是忽然离异了 我就在说 这是不是因为我的腿不好了 连妈妈都开始嫌弃我 不要我 真的是爸爸 他又再婚了 所以我后来 就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 有一天 就是躺在床上面 忽然听到外面的小朋友们 就是在玩 在嬉笑 我就很想出去 然后搞两个板凳 就是带步 挪 我先挪到第一个板凳上面 然后再把那个板凳往前面 再挪 就是通过两个板凳 一直挪到阳台上面 然后坐在那 看着小朋友们玩 当时就特别希望 我如果能腿能站起来 赶快好 过了一段时间 爷爷 我不知道是爷爷帮我做的 还是买的 就是给我搞了一张 那个拐棍 他给我 他说以后这就是你的腿 你要学会它 但是八岁的小孩 你用那个 很不习惯 然后就是 就是每次都会摔跤 当时我腿摔得我不知道疼 可是摔到上身和胳膊的时候 就非常疼 疼了 然后 是奶奶看到很心疼 她说你别弄了吧 可是我想和小朋友们玩 但是当我真的就是 可以使用拐杖了 可以站起来 可以走到他们呢 我发现不是我想的那样 他们看到我 然后就躲开了 我 我开始还没有发现什么 他们就 往前面挪了 就离我又一劫 然后 我可能又不死心 就拄着拐杖 又想靠近他们 但是他们就是 又又又躲着我 而且还就是 叫头接耳的 就是 说 说什么 嗯 他除了拐杖 带他玩好麻烦 我不愿意跟他一起 而且好像 他的妈妈爸爸都不要他了 嗯 我想跟他玩 当时就是从那个时候 我 我意识到 我和正常的孩子 不一样了 嗯 我的腿可能 好不了了 所以我就很失望地 住这拐杖 走回了家 但是我不敢哭 我怕爷爷奶奶看见 后来我就再也不愿意出门 就天天 扒在床上面 画画 我知道有一天 就是 邻居奶奶 她给我送了一个 猫 因为 她年纪大了 要去儿子家 她说 嗯 家里养的猫 舍不得丢 就问奶奶 能不能收养 后来我发现那只猫 她有一条腿不好 别人都喊她 缺腿猫 我甚至 以前也很嫌弃那个猫 就从那时候 我意识到 我当时的东西 因为是多么的愚蠢 然后我就 跟那个小黑猫道歉 那只猫 成了我的朋友 我有什么心事 都会跟她说 我哭 也会对着她哭 从来不会敢 对着其他人 甚至是家人 然后那段日子 我街上就是 跟猫围般 她话 她就陪着我 然后也再也不愿意出门 直到我11岁那年 奶奶去说 下去倒垃圾 然后正好碰到 这两位大学生 来找家教 她就问 请问 带家教一个月 要多少钱 那两位大学生说 要50 当时家里的生活费 就是靠爷爷的退休金 100元还不到 维持着 然后奶奶就说 太贵了 我请不起 就是郑主任 奶奶要走的时候 这时候邻居 小秦阿姨 刚好路过 她就向两位大学生 说了我的情况 两位大学生 听了之后 就问奶奶 她说奶奶 我们可不可以上楼 就是去看看您的孙女 奶奶很高兴地答应了 后来他们到楼上 看见你了 我当时 画在床上面 正在画画 她就说 你想读书吗 我说想 那个字就卡在红号里面 说了 很小很小 好像只有我自己 能听见一样 一个星期之后 两位老师来了 甚至还有 其他的一些老师也来了 然后排了课程表 没有休息日 因为老师说 我的起步已经晚了 我当时就是觉得 我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就是不敢相信 所以就是又期待 又很害怕失望 我记得我的第一节课 就是语文课 就是学那个拼音 老师说 就是你把拼音学好了 然后学会查字典 就是以后老师不在身边 你可以通过拼音查字典 就是可以自己认更多的字 就可以看书 因为就是那些年可能 基本上都是和猫 和猫都是对话嘛 也不大和人说话 所以到老师说 你跟着我念 我读一句 你读一句 老师就是发声 我的声音很小 特别小 然后甚至就是 老师还有手指着这个 他说你看我这样子 就一遍一遍地叫 直到他认为 我声音可能放开了 他再叫第二个 然后我就这样 一个一个地往下交 忽然有一天 说我们想带你出去 三三星 我听到了简直是 就是很害怕 我说我不要 我不想出去 老师说为什么 我说不为什么 我不想出去 不可思议 不是 我是怕出去 接那些就是 那种眼光 我受不了 我说我不要 你内心还是很不自信 对对对 老师说不行 他说自行车都接了 你今天必须出去 反正就是很不情愿地 被动地背老师 然后背下楼 然后坐在自行车后面 前面一个老师推着 然后后面两个老师扶着我 我坐在车上面 我就一直把头低着 看着地面 老师说你把头抬起来 我不敢 然后老师反正说了很多遍 然后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然后抬起来 刚就抬起来 看到一个眼光过来 我赶快又低下了 就好像有一种力量 就是我不敢抬头 正好有卖糖葫芦的 他说你也不要吃东西 我说我不用 就是那个 因为我在外面 我都不敢抬头看别人 我更不敢在外面吃东西 但是老师还给我买了 买了糖葫芦帮我剥开 我当时心里是很高兴的 我说我不敢 直到回家 就是我当成那个猫 我说我今天很开心 因为很久 没有感受到 就是被关爱的那种感觉 有人买东西给我吃 还带我出去 那是我就是 生病之后第一次出门 还是一个傍晚 就是费老师 他们就是 我不记得什么事 然后他们带我去 他们的请示 然后当时正好是饭点了 老师就说 那要不你就在这吃过饭 我们再送你回去 反正奶奶也知道 不会担心的 我就点点头 因为当时 已经跟老师基本上熟了 就是不是特别害怕的了 然后老师不知道 忽然就是翻那个日历 他说今天好像是你生日 其实我就是生病之后 也就没有过过生日 加上父母又不在了 就是从来也没有人 给我过过生日 我也就不记得了 然后老师们就去饭堂打了 就是他们平时就舍不得 打的那个特别好的菜 然后因为没有蛋糕嘛 老师就用那个馒头 然后还找了一个蜡烛 插在上面 然后点开 然后让我许愿 给我唱生日歌 就是那样的帮我过了一个生日 很久很久没有那样的感觉了 就是有人还记得我的生日 也就是从第一届老师开始 然后后面的老师每年 都会帮我过生日 都会有蛋糕 然后每个老师都会给我准备礼物 然后围着我 给我唱生日歌 然后祝我生日快乐 所以后来每当我生日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念老师 因为我觉得 之后就是 元旦 就是第一届老师们 和第一届老师们 第一次过元旦 他们开班会 说要带我过去 和他们一起过元旦 当时老师让我准备 准备一个节目 老师说要不你唱歌吧 他说老师听过你唱歌 应该很好听 然后当时还有两个老师 就是陪着我 我抓着老师的手 我当时特别紧张 然后就唱了那首 亚洲凶风 清唱的 唱完之后 然后大家都很鼓掌 然后当时我就很松了一口气 然后老师说 表现得很好 不错 然后那天就是 过得特别开心 就像过年一样 我今天就没那么开心了 然后当时都舍不得走 也是从那时候 反正每年 基本上元旦 也都是和老师度过的 这时候多大了 快12岁了 然后就是 第一届老师 可能就是要毕业了 不能再来带我了 我以为 我就是刚起步的那个 美梦可能要破灭了 因为老师们要走了 但是 没想到的是就是 费老师有一天就是 又带来一位大学生 他说这是 你的第二届老师的负责人 张老师 就是他们每一届都会有一个负责人 然后再由这个负责人 去再找一些愿意来 就是给我做家教的学生 然后再安排课程 后来我才知道 就是费老师在 就是不能带我之前 他就向学校反应 就是希望学校能不能 就想个办法 就是能让他继续 继续在学 然后学校就同意了 让你的学弟学妹 就是下面的 来接手 就是一介传一介 还取了名叫 爱心接力棒 就是这样子的 一介传一介 然后经过了十年 才一共有108位老师的 这些老师你基本都记得吗 基本都记得 我的第三届的一位陆老师 他给我上完课之后 然后拿出了一个礼物 是粉红色的那个围巾 当时他帮我戴的时候 我面对着他 那种感觉就像 面对着妈妈一样 特别特别地温暖 我的第四届老师 就是弄了一个爱心捐款 捐了三千块钱吧 然后帮我买了 就是第一步轮椅 你想没想过 这些老师 为什么对你这样一个孩子 这么样的宠爱 是爱 就是他们给了我一种 爱的力量 让我觉得我可以 恢复自己的信心 去面对这个世界 虽然可能还是 有很现实的一面 但是绝大部分还是温暖的 只要我不自卑 我不胆小 我敢面对自己的缺失 如果今天见到你的老师 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的吗 老师那时候除了教我知识之外 他们发现我特别特别地自卑 然后一直活在一个自我的那种黑暗的那个世界 然后就是经常会告诉我 你应该多笑笑 笑起来很好看 应该阳光一点 不要总是把头低下 我可能没有达到老师 就是他们心中希望的那种 能做一个优秀的人 但是我一直在努力 做一个阳光的人 就是 虽然我是有缺陷的 但是 我依然是可以去爱这个世界的 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缺失 而放弃我的整个人生 感谢等着我栏目给我这个机会 诉说心中一个很久很深的愿望 那就是向我生命中的108位老师 道一声感谢 谢谢你们 把爱的种子和微笑的力量 都放进了我的心里 让原本那个自卑又自怜的小猫猴 一点一点地自信起来 敢在阳光下 敢抬头望天空 敢微笑着回答 虽然 我不是最幸福的人 也不是唯一幸福的人 但是我却觉得 我就是这世上最幸运的人 如果当年没有费老师 也不会有108位老师了 还有第二届的李老师 如果没有他的提点 我也不可能想到写 我对亲爱的老师们说一句 我很早很早 就想说 却一直不敢说的一句话 老师 我爱你们 谢谢大家 我们的苏东他们团队在积极地帮你 尽可能地多找一些老师来推到这来 来苏东请 竹林杰女士 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 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 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 那根据你的描述哈 你要找的这个 1991年到2000年 十年间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系的 108位老师 其实应该找到同学他们当时呢 都对你进行了授课教育和辅导 那您提供了这108位同学的姓名 年龄 还有部分同学的籍贯 所以根据这些信息呢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系 我们展开了寻找 接到正样电视台 等着我栏目组的委托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度重视 安排专任父子迅速展开调查 由于年代久远 当时还没有手机等通讯设备 大部分同学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寻找起来比较困难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 千尽全力帮忙寻找 由于要找的人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其实寻找难度很大 那究竟我们今天能帮您找到多少位老师呢 好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6岁时候忽然生病才坐轮椅的特别的绝望 为什么老天爷不让我离开 那两位老师来了 同时还带了其他的一些 给我第二次生命的108位恩师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我可能打不到老师心里面那种 就是做一个优秀的人吧 但是最起码我一直在努力 做一个慢慢学会自信 阳光 热爱生活的 快乐的女孩 想请老师们放心 朱林姐 你好 我是书东 你好 是不是看我一个人出来有点担心 怕没找着啊 我们108个当年的老师 挺难找的 人太多了 而且流落到各个地方 从事不同的工作 但是经过我们 还有我们学校 学院的大力配合 我们找到了很多很多 我们一共为你找到了 89个当年的老师 其中大部分都在当老师 有一些呢 在当中学的老师 有一些在当大学的老师 还有一些人出国了 所以有些人确实因为路途遥远不能赶过来 当然还有些人因为比如说现在带的是高三的同学 学院面临着高考实在是压力太大 没法过来 但是我们还是把其中的几位代表给你请来了 我们正对大门 首先有请第一位老师 是 吴道明老师 吴道明老师 没错 他叫什么呢 他叫什么我不记得 但是他课了之后就喜欢跟我分享流行歌曲 你二位老师 这是谁 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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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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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 乖 不哭 哎呀 她们这么激动 这么激动 乖 妹妹 不哭 快 不哭 不哭? TL姐 不哭 乖 妹妹不哭 乖 强 兄 姓老师 姓老师 姊姊不是来了吗 姊姊不是来了吗 想起当年教你英语 过生日送你礼物 是不是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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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第三位老师 记得我们 记得了吧 我以前一个大分头 经常甩 大型不一样了 经常公园里面 把你从船上抱上来的 就是我 出时节了 对 出时节了 还是本家呢 对不对 对 对 今天是个高兴 开心的日子 好吧 好吧 我们还有一批老师 还有一批老师 我们偷了点了 哎呀 这一个一个 请得太慢了 来 我掌声有请 接下来的一批老师 谢谢 我是你的小乔老师 小乔姐姐 别变弃 小乔 明春季老师 明春季姐姐 哦 朱老师 对 这也是一个朱老师 李老师 对 对 好多话要说 这样 我们知道我们也去 等一喜吃 我们把妹妹推回去 让老师们也坐下 好不好 让老师们也坐下 我们一块过去说 来 几位老师 我们不能不说 我们看到了温暖 一个残疾的孩子 得到这么多老师的帮助 刚才他见了第二个老师 嚎啕打哭 我非常感动 你们的生命当中 想没想到 那个 你们教过的这个孩子 会如此的 感谢和惦记你们 想到吗 林宁老师 真的是没有想到 一开始央视 那个同志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很惊讶 我说林杰 我记得 因为他是我 等于说在大学的时候 第一个学生 那时候师范大学 以后基本上出来呢 都是做老师 那时候 真的是我第一个学生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其实是在我们 学院的新年晚会上 上一届的学长 带着他去唱歌 他的歌声非常好听 然后他眼睛里面 那种自信 他声音很好 很好 他唱一首歌 你还记得吗 林杰 唱首歌特别好听 给老师唱两句 天蜜蜜蜜 你笑的天蜜蜜 黄香花开在尘封底 开在尘封底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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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爱在梦里 你刚才说 我们找了八十九位老师 对呀 那些呢 对 今天确实不能全来 他们很多人 给我们发来了视频 或者是其他 想跟你说的话 所以不能见真人 我们看看打屏幕 看看他们想对你说什么 好不好 林杰 来 一起来看看 林杰 你好 看到你今天的成就 和成长 我们真的感到高兴 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们能够教你读书识字 这样成长大了 你会获得一个季度的记录 很令人欣慰的是 我们当时的初衷实现了 现在你不仅可以读书识字 还可以绘画 甚至写书 我们很欣慰 这是对我们 最好的回报 小林杰 好久不见了 真的要感谢二十多年前的郁杰 我祝愿你一直幸福 善良 温暖 美好 林杰 你好 一别二十余仔 在我的心中 你永远是那个美丽 可爱的小天使 看见你成长为自立自强的人 我很高兴 有缘成为教育女的老师 二十六年过去 你还能记得我备展行为 我们已经有二十六年没有见面了 小林杰 你比一般腿脚健全的人 走得更远 心胸更开阔 对人生认识更深刻 印象最深的是那一次 他过生日 我们帮他买了蛋糕 当时他点名让我帮他切 非常的感动 这个画面一直保存在头脑中 当年教过你语文和法律 第一次去你家给你上课时间 我猜想 你一定是一个孤僻 泪向的学生 所以我准备了一些笑话 但见到你以后 你灿烂的笑容和开朗的性格 使我准备的笑话 无用之地 林杰你好 好久不见 最近很好 希望你天天开心 笑手常开 看到朱冰杰同学今天 能够自立自强 快乐的生活 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朱冰杰 看到你这些年来的坚持坚强 我真的为你骄傲 为你点赞 你还是我印象中 那个乐观 善良 上京的女孩 我记得你 喜欢唱歌 我听你唱的第一首歌 是千年党一回 非常好听 作为老师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想想你身后正常 108位老师 无论什么时候 老师的心都永远和你在一起 真的很为你骄傲 像你一样自信自力自强 祝你健康快乐 开心多多 快乐无限 风雨无畏 彩虹相伴 天天开心 我们期待你有更大的成就 加油 我们是师范大学 师范大学他是干什么的呢 他主要是培养教师 那么教师他的职责 就是传道 授业 解惑 因此对于教师来说 他不仅仅具有 需要具有扎实的学识 更需要具有仁爱之心 和高尚的道德行操 这是做好一名教师的基础 师范的话有一句话叫做 学高为师 得高为范 我们在林杰这样一个特别的学生身上 看到的是一场知识的接力 一场文明的传播 那么他的脚不好 如何让他以梦为马 我想这就是老师带过来 他可以告诉你这个世界的伟大 他也可以告诉你文明的力量 这就是教育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也许你觉得当时是一点一滴 但是十年树木之后 你是否见过 那个已经长成参天大树的人 他以他独立的人格 站在所有教育过他的人面前说 看我今天是一颗独立的木棉 看我今天拥有着和所有独立自由的人 一样的自由的行走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这也就是教师这个行业 所能够给人类带来的伟大的力量 好 来树东 带着他们走向你们 未来的新生活 他们是中国劳动者的一员 恪守岗位 兢兢业业 劳动创造了历史 劳动也将创造未来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 让我们赞美身边的劳动者们 感谢他们的平凡劳动 祝劳动者们节日快乐